这一期开始呢我们的游戏的进度又将会有一个重大的推进 我们之前在这个拜伦维斯那里只是打死了一个威廉大师 然后大家也是惊了啊 这个威廉大师前面多次提到以为有多牛逼的人呢 其实但是居然被我们这样两下就给弄死了 然后只是拿到了一个符文 之后也并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而实际上我们的游戏进度呢到目前为止也只走过了一半 和之前打这个代理人阿梅利亚一样的意义 这一集的这个如果要是推一个boss的话 这个游戏的时间进度上又会有一个重大的推进 而这个推进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进度 而是有一个非常会揭露出非常多的东西 游戏呢并没有直接性的告诉我们 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有重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道具 符文准备上我们之前拿到有两个增加兽性的符文 再加一下一个增加体力上限的符文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当前的武器改到最强 就是一个是火焰喷射器 再有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杖 这个所有东西都换到最强 我们副手武器上一个配上火焰喷射器 一个配上盾 然后要准备使用的这个复手 这个这个备用的一些道具 也要稍微准备一下 我们先去 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拜伦维斯 服装方面呢 服装方面可以选择老猎人的套装 因为他也是加的兽性是最多的 或者干脆选择不穿 不穿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等会给你们说 我们先到拜伦维斯去 拜伦维斯之前这边我们已经看索过了 该拿的东西也都拿过了 这一集我们一上来是要打boss 我们先前往之前 这个威廉大师的观月台 也就是这里的这个拜伦维斯这里的这个二楼 这里人我们也都听过了 暂时是安全的 这个为什么要把衣服脱光呢 这个游戏里面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负重的设定的 我们将这个服装全部脱掉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的体力回复速度是要比正常情况下要多百分之 应该目测可能有百分之十八 总之就是体力的回复速度更快了 体力速度回复快的话 你就有可能有机会多砍那么一下 而我们准备的道具呢 是这个尤瑟夫卡的采血瓶 兽性药丸 这个雷服还有飞刀 我们从这里观月台直接跳下去 就该要出发boss战了 之前这个被打死的威廉大师 之前拿手给我们指了一下这个方向 我们看到前面这一个 这里叫月棒湖 我们这是说是在湖底 我们之前看的那个 威廉大师的那个说明里面说 他把什么秘密藏在了这个湖中 而我们接下来可能会使用到这个尤瑟夫卡的采血瓶 尤瑟夫卡的采血瓶只是说到会回复大量的生命值 但是据说 据说他会增加这个生命的回复量 但是我这个实验 好像我顺便就实验了一下 体力回复速度还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在一次攻击中 尽可能多的造成伤害 也就是能多挥几下 我们把这个 看这个叫罗姆 空虚的蜘蛛 这个繁体的翻译叫愚笨的蜘蛛罗姆 这个罗姆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目前还没有线索知道 它是什么 说不定以后会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 以前我们拿到的一个字条上面写 说是这个 拜伦维斯的蜘蛛阻碍了一世 然后我们这里边 我们打把这个大蜘蛛 打了一下呢 就会惊动它 然后呢 但是我们低下攻击 是不会对它造成任何伤害的 惊动了之后呢 会招出很多小蜘蛛 我们先把这些小蜘蛛都清完 为什么清完呢 因为在你对这个 第一蜘蛛 大蜘蛛造成第一波伤害之前呢 它是不会对我们进行任何攻击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 耗 把这个小蜘蛛 第一波小蜘蛛 这个全都耗完 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有一个线索 就是说这个蜘蛛啊 你看它头上有非常多的眼睛 然后我们知道在这个 拜伦维斯这里 威维斯的这个 它试图增加这个 自己的见解 见识的方式 就是尽可能多的增加这个眼睛 增加眼睛不断的堆 然后呢 这些蜘蛛 你打死它还特别神奇 就是说打得多了 你会发现 它是有一定的概率 会掉这个狂人的知识的 这一点我 我就是 我就通过这几点 我大概推测 这些蜘蛛 可能他们原本也都是人 只不过是因为 拜伦维斯的改造造成的 而这个最大的这个 叫罗姆的这个蜘蛛 是什么 它也是人吗 这个 也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我们能知道的线索 实在太少 但是这些小蜘蛛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人变的 而这些蜘蛛 它这样攻击我们 是我们打了这个大蜘蛛以后 这些小蜘蛛 才会攻击我们 也就是说这个 大蜘蛛 它似乎只是起到一个保护 在保护它 对付这个罗姆 这个大蜘蛛呢 是怎么说 我们看它又不打我们 我们它的弱点 是这个身体 后面这一大块 头部的话 造成的伤害极少 但是你对它造成 一波攻击了以后 它就会这个 这个消失 然后逃跑到一个 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看它是不攻击我们的 然后我们看到 它头上有很多的这个眼睛 然后它一直在躲着我们 它也不攻击 这种方式看起来 其实还算是友好了 我们看旁边 那有发光的那个地方 发光的就是 刚才我们打死的 那个小蜘蛛 它掉的狂人的知识 然后我们 喝个尤索卡的贼血瓶 然后吃个怪兽药丸 给这个 手杖上上雷斧 然后以我们现在的体力量 攻击五下 等一下 然后等体力回满 再抽它 我们看造成的伤害非常高 就是要忙 这个就是忙 为什么脱光了打 就是为了能多造成 那么几下伤害 然后它消失以后 立刻转圈 周围找 找到它了以后 继续挥 继续砍 但是呢 只要打掉它这个 百分之一不二的血量之后呢 它就又会 下一次又会招出一波蜘蛛 然后之后呢 又会招出一波 之后呢 这个罗姆这个蜘蛛呢 它会放奥数魔法 来保护自己 你靠近来它 它有三种招式 一个是压杀 要么就是大范围的 放这个冰块的这种魔法 再有就是说放奥爆 自己这个周围周生 放一个奥数的 一个魔法爆炸 再有如果你离它远的话 它会放这个 从空中召唤这个冰柱 然后来攻击你 这些攻击呢 都是相当有威胁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个盾是可以对它 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看我们靠近它 它就会出一波压杀 我们现在场面上 看到这些小蜘蛛 实际上是已经有 两波蜘蛛了 我们只要和对这个罗姆 去保证好一个距离 然后上去 尽可能多的造成伤害 最后只剩一下攻击了 所以我舍命一击 只要能把它杀掉 这个就能过了 我们看它掉了个 终结的眷顾之血 这个蜘蛛呢 应该是所有boss里面 就是应该是仅次于 这个那两个女巫的 好打的一个boss了 虽然说它也是 容易把人打死 但是女巫的威胁很小 它这个威胁 主要是第一波伤害之后 后面的阶段 这个威胁大 所以我们就是 第一阶段 尽可能多的造成伤害 第二阶段以后 就是这个忙几下 就基本上就可以 把它打过了 就是在第一阶段 尽可能的就缩短战斗流程 好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把衣服再穿上了 因为我们只要再去 跳到这个月棒湖 就可以了 有东西可以触发 但是这里同样说到一点 这个游戏的进度推进 需要我们后面 再触发某样东西 就像之前我们打败 代理人阿梅利亚 要突破那个头骨以后 游戏的进度才会推进 所以说如果你要有什么东西 之前还忘了还没有拿 还没有做的事情 就趁这会赶快做 不过我们这里是 之前该做的都已经需要做的 都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跳进去 再次就打败这个罗姆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穿着像婚纱一样的女人 在那里哭泣 一击脱离很有效 有些人给我们留下了字条 很多人都应该是死在这里 还留下了很多信息 是闪电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罗姆它的弱点 就是雷属性造成的伤害很高 火属性当然也会造成一些 但是雷属性造成的更高 我们到这个女人这里看看会出发什么 开始听到了这种 就像新生儿一样的哭声 而后我们似乎就像晕了过去一样 然后我们就出来以后立刻给我们了个字 说是仪式的秘密被揭露了 寻找噩梦的新生儿 我们此时再回顾一下以前看到的字条 拜伦维斯的蜘蛛掩盖了所有方法 这真可惜 我很讨厌蜘蛛 诶 蜘蛛掩盖了仪式的所有方法 就是刚才我们杀死的那个罗姆蜘蛛吧 再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 魏剑之村亚哈古尔这里有一个字条 噩梦一般的仪式可求着新生儿 找到新生儿并停止它的哭号 停止它的好哭 那边听起那个字条看起来要进行仪式 而这个字条看起来是要阻止仪式 但是旁边又说了 狂人秘密的进行着各种仪式 试图召唤一月亮 揭露他们的仪式 而我们之前也看到了 在这个旧亚南那里 以前也有过月光照耀之夜 但是这个已经给大家说到 这些东西联系起来 已经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但是谜团似乎还有这个新生儿 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是什么仪式 谁在搞这种仪式 是什么目的在搞这种仪式 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也看到了 那里停着这个阿米达拉 应该是恐惧的代理人吧 而且我们看到迎面那里的那道门打开了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要靠近那里 阿米达拉是不会去抓我们的 这样反过来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恶门边 恶门前沿没有去过的话 如果进度推过雪月的话 你恶门前沿就去不了了 那边的门呢 我们先不探索 我们回来也这个雪月 这个我们看到天空已经染成了这个红色 这就是雪月 大家常说的这种 天上的月亮成了鲜红色 之前我们在这个打完罗姆以后 遇到那个女人之后 我们看到月亮也是变成了红色 这似乎就是他们召唤的某种仪式 而这个蜘蛛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 阻止了这个仪式 但是我们把这个蜘蛛杀死了 这个时间就 这个雪月就被召唤出来了 月亮就变成了鲜红色 然后呢我们就在周围听到了很多新生儿的这个声音一样 到处都有 可能某家某家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生儿 而我们刚才试图去这个敲击这些门 有这个红灯的 红色这个灯笼的这个门 这里面的人都不说话了 没有回应 之前我们知道他们是发疯疯的 越来越厉害的这种感觉 但是到这里的话所有人都没有回应了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他们是变成怪物了 还是说都已经死了 我们先不管那些 我们先沿着这条路这样反上来 接下来我们先做下这个准备 我们先往这边走 这里看 这是这边是那个阿米利亚的代理人的那个大教堂 治愈教会的大教堂了 我们从这边能返回到这个 诶 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巨人 他睡着了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只要打败了这个阿米利亚 时间触发到这个 午夜之后 诶 这些巨人呢 有些敌人呢 他们就会这样进入睡着的状态 有些配置呢 也会跟原先也不一样 哦 这里 但是其他有些像这种神职者 他们还是 配置还是没有变化的 你看我们经常走着走着又听到 有这个儿童的这个哭喊声 这边 诶 看到那里又一个阿米达拉 趴在那个墙壁上 你看他手上拿这个灯笼 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观察 我们把他打死了 他手上那个灯笼就不见了 没有机会去观察 他手上那个灯笼具体是什么样子 有的人跟我说是眼睛 但是我没有机会仔细去看 哪天我看这个慢放试一试 诶 这边这个乌鸦还在 但是右边的话 诶 那个神职者不在了 然后过来这个布袋哥 布袋哥也不见了 乌鸦 原先在这里有乌鸦 然后打过了血兽以后 这里是变成了布袋哥 然后这里有一个神职者也不见了 然后这里的话 如果你的洞察力原本不高 你依然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阿米达拉 我们来跟这个NPC说话 听起来这个修女似乎 像疯了一样 怎么跟她说话都没反应 这是那个妓女 她说她不太舒服 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呢 她看起来就是也算是没有风 这个可疑的这个人 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跟以前一样 她还是把我们当成孩子了 老奶奶你就静静地坐在这里吧 岁数那么大了 不要有什么负担 就想想就很值得 麦教授给她说 她这个形象特别像那个 罗马时期的什么犬儒 我们看天空 紫红紫红的 而那里这个鲜红色的这个月亮 月亮是怎么样了 就变成这种样子了 然后此时的话 我们返回到这个猎人梦境 原本我 我不记得有没有给大家说 就是你在猎人梦境的时候 头向 抬头向天望 会发现 虽然说周围是白的 但是抬头向天望 会有一段红圈 红韵 红色的这种 火烧云一样的这种 但是取悦之后呢 这个云圈就变大了 我们看整个天际 都变成了这种红色 被这种红云笼罩 看起来非常的让人很压抑 很不祥的感觉 但是这里的月亮 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我们的游戏进度 像之前打败阿梅利亚 有所推进 说不定人偶说的话 会有所不一样 他说什么 他能感受到远古的 血的回响 在我们的血液中回到 难道我们确实 身体里面有什么 特殊的东西吗 我们闷镜当中 把目前 目前没有什么 特殊的东西要出发 我们稍微准备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前往看看 看看我们以前的 亚男中心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到前面 这个NPC说的话 都有所变化 我们现在前往 亚男中心 一出来发现 这救了一个 和救亚男一样的 这个狼人 把他打死之后 拾取到了一个 叫爪痕的符文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看 爪痕 这里 强化内脏暴击 爪痕是如怪兽般 寻求血之温热的冲动 他会强化一种 阴暗的猎人技巧 内脏攻击 尽管区别为妙 符文工匠卡利尔 将怪兽描绘为 人心深处恐怖 而不受欢迎的本能 而爪痕则是 接受这一天性的诱惑 怪兽是人性深处的 一种本能 而且是一种 很恐怖的本能 而且人并不受 并不受欢迎的一种本能 这就让我们想起 之前有一个 秘法道具 叫这个怪兽的咆哮 借助可怕的 不死黑暗怪兽的力量 以咆哮怪兽的力量 将周围的敌人炸回去 这种难以形容的声音 通过尸发者 本身的声带传播 这引出一个问题 人的身躯身处 到底潜伏着什么东西 我们再回看 这个爪痕的符文 我们再结合 这个之前的符文 可以看出来 这个兽化这种东西 其实很可能 人的本性就是那样的 而这个接受血疗 似乎和这个兽化 又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我们再回想起 我们之前第一次 接受血疗时候的情形 此时是我们 刚输入血液以后 看到的这个景象 那个符文上说 而爪痕代表的是 接受这一天性的诱惑 而我们当时 这一个怪兽来 他似乎是在来碰出我们 他一碰我们就烧掉了 这个我才想理解的是 这个野兽 其实应该就是 我们自身的天性 野兽的那一面 而我们刚才的那一个 可能是通过意识 拒绝了这个兽性 而后呢 这些信使 他就找到了我们 他们通过这一点来判断 我们是适合作为猎人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说 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猎人了 或者说是 你发现你自己具备 作为一个猎人的条件了 而我们看到 这里的这个窗户是破开的 显然刚才的那个人 刚才的那个狼人 应该就是之前给我们 就是一不断咳嗽的那个人 而他通过那个符文可以看出来 他似乎是 接受了自己的兽性 没有抵抗住 于是就变成了这个狼人 这样看来就是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只要我们输入了第一瓶血 我们就要直 我们就不得不会 不得不直面于我们自己的兽性 不得不直面兽性的诱惑 有的人可能就抵抗不住诱惑 没有意识去拒绝他 而有的人可能就像 就有的这个 就不知道怎么可能 本能性的拒绝了 就成为了能拒绝兽性 但是又接受了血疗的人 就可以成为猎人 我们跑到这个尤索夫卡诊所的这一头呢 这个门打不开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开他 但是血跃之后呢 我们发现过来以后 那个之前的这个尤索夫卡 他还 他没有在那里 再没有在站在那里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话说想起来 之前尤索夫卡也给我们说了 不要让兽性战胜你 这尤索夫卡诊所 我们知道之前 尤索夫卡的那个 在那边 他不让我们靠近 如果你要是跟他靠近的话 跟他开战 被他杀掉的话 他会说出真相 我还没试过 将我的本事用在猎人的身上 他说的这个本事 应该就是将普通人 改造成那种外星人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尤索夫卡杀死 你会获得一个 关于欧盾的这一个符文 这个符文叫 欧盾的蠕洞 我们先把这一个吸脑怪 先给他干掉 我们每次遇到吸脑怪 虽然说玩过的同学都知道 他非常的难缠 但是一个是他弱 神体抗性较高 但是他弱突自属性 而且呢 每次遇到他的场景 都有一个树桩 什么之类的东西 能跟他周旋 再说到刚才这个 尤索夫卡和这个 欧盾的符文 如果我们之前 直接跟这个 尤索夫卡开战的话 把他打死以后 可以获得一个 这个欧盾的 蠕洞的符文 效果是增加 这个子弹量 但是呢 这个欧盾 我们知道我们之前 那个教堂病房 是欧盾小的教堂 而后面是这个 欧盾之墓 然后这个欧盾 我们有一个叫 无形之欧盾的符文 这个欧盾 到底是什么东西 似乎是他们崇拜的 也是一种这个神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符文收录的是 一些非人的身影 甚至有些 可能是神明的一些身影 把他们作为 而这个欧盾 是一种无形的 一种无形的神 还是什么 在这里的话 我们再去找 之前这个尤索夫卡 从这边爬上来 之前我们走了 这个距离的话 他就会直接来警告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过来的话 他没有说什么 然后他在这里 有一个很奇妙的姿势 趴在那里 大际 祝我 我许你 你知多少 你有意义 在这 它在肯定 我能看到 我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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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认识 我认识 但是 它是识讆 我认识 它是识讆 你能看到他们的灰灰 灰灰在我的头上 它是比较 灰灰灰 好像没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 能将他杀死的话 会获得 获得的就不是之前的那个 无形之 欧盾的相关的符文了 我们可以听到在周围 有一些其他的新生儿 而他这里为什么一下子就会多了 很多新生儿呢 我们说不定会增加 我们的洞察力说不定会有额外的发现 我们试一试 神明的知识捏了 没有看到什么 再把剩下的这个狂人的知识 也全都捏了 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只是看到他不停的在这种抽搐 而且是这种姿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之前那个符文 无形之欧盾的这个符文 这个欧盾是大神 没有形体 只有身影 然后呢 这个女的她要说她是一个选中的人 她怎么就被选中 她选中她做什么 然后欧盾和她的忠实信徒们 都在寻找着珍贵的血液 就是在找着魔忠血液 这时候我们如果把她杀死了以后 她又找到三分之一旗带 但是这个旗带跟我们之前拿到的不一样 这个旗带是另一个解释 一件伟大的神器也被称为眼之锁 每个大神的婴儿都有这个旗带的前身 院长威廉大师寻找过这条锁子 这个旗固通过将自己的脑与多个眼相连 将自己的见识与思维上升到大神的程度 他知道人类想达到大神的程度 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这里就说到了这个威廉大师的这个 探索这个神的意识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增加眼睛 但是也间接告诉我们了 增加眼睛的数量可以增加见识 可以甚至增加到这个神明的大神 神明的这个知识学识 神明的意识的程度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那个旗带 每个大神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又呼唤着替代者 三分之一旗带促持了暗淡之月的到来 而暗淡之月又召唤了猎人 并构筑了猎人的梦境 我们通过这个旗带上了解的信息 就是似乎好像不明觉厉 觉得好像明白了什么 但好像又不太明白 就是他所说的那些词语 到底都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没头没脑的那种 不过呢没有线索 我们这些问题想再多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先继续看能做些什么吧 多杀些怪兽 这是卫龙 我们自己好是吧 我们现在回到了教会阵 这个在雪月之后呢 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出发 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梦境去点灯 会发现这个大教堂的门 大教堂的灯无法使用 你无法传送到那里 然后我们现在就从最近的这个欧盾小教堂 过去教堂壁房这里 前往那里看看那里出了什么事情 沿途一样 先杀几个人 这边过来 这里有一个带有富有奥数属性的这个镰刀的这个神职者 不过以我们现在的攻击力 两张就给他秒了 上去 这个巨人在睡觉 还是不要去打扰他 我们不需要多余的麻烦 上面本来有两个拿这个三叉木的这个神职者 但是呢他不在了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 哎 了解在这里 是那你又吗 我怕我会有点多余的 我只是会有短暂的 但是 别管 我已经拿了血 多少人 准备出自己 那种状态 没有生气 这就是我的最终端 我认为 什么了 不过我 会乱得身体 好 但这事仍然在 wait 我回来 这是我的 获得了动作等待 他还是让我们不要去插手 那么我们偏要插手 这里上去的话会有一个非常难缠的猎人 我们要准备好武器 手杖盾牌 然后呢这个道具准备一下 道具准备上毒飞刀 我们这个已经收集了很多的毒飞刀 但是从来都没有用过 但是这个毒飞刀是刷不了的 所以是很有限的 要注意一下 毒飞刀和普通飞刀 普通飞刀可以多用一点 然后呢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猎人 这个猎人非常的强 但是他使用的是这个 这个该隐内系的那种武器 他的血质的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他的钛刀呢在双持的状态下呢 可以造成非常大量的伤害 但是他会徐徐的给消耗自己的血量 而他单持的这个手枪是这个双发火枪 造成的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盾 对于这种远程的飞行道具的这个防御力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架着他 以免他这个因为这个枪的子弹非常难堵 然后呢我们将他拖到这个 他自身的这个所在战斗区域的边缘 这样的话他不会强行靠近我们 反而会后退 首先是等待他到这种这个双持状态下 我们看到他手持这个 双手持刀的时候 他都会徐徐的掉血 这是因为他的这个武器的特性 然后我们发现他还会使用这个老猎人的这个腿骨 就是在闪避的时候能这个蹭蹭的这个闪 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跟他正面刚是比较难的 虽然也是可以打得过 但是呢 这里给大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只要有耐心 看我们就等就等他自己耗血 让他自己耗完 当然他也是会回血的 但是只要你有耐心 这一回血也是没问题 因为他只会吃一次血瓶 他的血量掉到40%的时候 就会自动 他就会自己去刻一个特血瓶 然后再回到80%的血量 但是因为他只会刻着一次血瓶 并且自身耗血 所以我们跟他转换成这样一场 让他自身小耗 让他自身小耗 把自己耗死 但是他是不会很傻到 就是把自己的血量耗到一半以下 一直耗到死的 他也是知道就是说 血量低于到一定程度 他就不适合使用这个双刀了 他也知道自己只有一个采血瓶 所以我们把他这个 他血量耗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在这个 很低的 就很少的概率会在双持 就是不会再牺牲自己的血量了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逼他喝掉下一个采血瓶 我们用飞刀 虽然伤害很少 但是我们20把飞刀 怎么样都足够 他这个 把自己的血量耗到40% 多戳他几下 这样30多30多虽然不多 但是这样很安全 而且我们因为是这个技巧型的 所以说造成的伤害 也不算少了 技巧型的其实是 能应对的情况下相当多 那个力量型的话 就是可选择的战术 打法就会少很多 就是大部分的话 都是只能说是压制 但是压不住的话 就只能被反杀 这种 看他自己已经使用掉采血瓶了 现在他又开始要用 这个双刀的模式了 这种时候我们再跟他继续耗 现在的话就可以对他使用毒飞刀了 他双持自己耗血 然后我们飞刀也会对他耗血 三把飞刀就可以让他进入中毒 然后可以毒很久 你看他 这就开始在伤血 我们这个 注意他这种阶段的时候 他会向我们丢这个麻痹烟雾 麻痹雾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喝血了 但是我们的buff解除了以后 就是但是他还会继续给我们丢 所以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 把在他低于一半血量的时候 就先把血喝满 然后继续跟他耗 我们大概就费 只要费毒三次 费九把飞刀 最后用普通的飞刀给他补个刀 他就死了 虽然很漫长 但是我们将自己的耐心化作了一种武器 顺利的将强大的敌人击败 耐心也是一种武器 我们获得了符文 血之沉醉 之前打这个三级老的时候就有获得这个符文 而这个从他获得的话是更强力的 诶 那个三级老弹的获得的是可以内脏攻击恢复200生命值 这个是可以恢复300 并且两个符文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我们再来跟你了解说说话 你也没有听到你的殖子 他就没有关心 你选择我的生活 我还未能是用这个生活 我没有想到想到这些生活 我的天兴之会比较久之前 我认识 莫获得了乌鸦猎人的徽章 还有个是猎人符文 了解也是个好人啊 虽然很傲娇 她说她的血瓶还够 但是受了重伤在这明显起不来 你有血瓶为什么不用呢 然后她把 就等于说把她的这个工作 责任就像是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是不是要执行她的职责 堪于在于我们自责 那么好的 我们现在返回猎人闷进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童谷歌的新浪微博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